有些人相信 故事一直流傳下去 就會成為真實 嗨大家好我是妮學 嗨大家好我是一號四次元 現在呢就是暑假了嘛 7月大家在暑假的時候都在做什麼事 就最愛看鬼片 聽一些就是鬼故事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分享一下 在夏天大家最喜歡聽的鬼故事 那我們今天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天我晚上回到家 然後那一天真的蠻晚了 就是大概十一二點的時候我才到家 然後我就很想要趕快回家 所以就趕快刷我們有門禁卡 就刷進家裡的電梯 然後等電梯 然後平常因為我家住在六樓嘛 平常電梯到六樓大概只需要 三十秒不到吧 非常的快 然後那天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我就覺得我一首歌 就是一首歌都快聽完了 怎麼都還沒有到六樓 然後一看發現 我竟然有錢 你是該笑還是該害怕 換你 換我嗎 你有哪個可以講我就講 我有一個很認真的耶 就是我親身經歷的 是喔 我小時候差點死掉過 認真的要死掉 是因為掉到河裡面 然後撈起來的時候其實已經變成紫色了 可是後來我救回來啦 就是 對不然你怎麼會在這 對啊 那你有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嗎 沒有 救我回來是我阿姨 然後我阿姨先把我從回面救起來 然後我爸媽再對我就是CPR 然後才送醫院 然後送醫院之後 反正就是後來就是醫院照顧啊什麼什麼的 才有救回來 奇怪的地方是 就是我們家其實 本來是不信某些東西的 應該說就是不信那些啦 可是 我剛回來的時候 就是 怎麼會繼續講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外婆說 我看起來很像沒有靈魂的娃娃 就是 不講話 然後不會笑也不會哭 然後那時候好像 一兩歲而已吧 就是不管怎樣 就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然後 所以我外婆就去河邊找我 他就拿香 一直在河邊講我的名字 然後一路 就念著我的名字走回家 然後他說 他踏進家門的那一刻 我就突然哭了 等一下有雞皮疙瘩 我小時候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也是騎了雞皮疙瘩 而且我們剛剛攝影棚 那邊 就是 後方有一個小門 他剛剛突然就是 蹦了一下 我覺得很害怕 就是我們關燈的那一刻 對 你有沒有話要講 我嗎 你有你的故事嗎 我就是一個現象而已 而且是 算蠻近期的吧 就是過年的時候 回去 阿爸家 因為我阿公已經去世蠻久 大概七八年了 我有一天 就是 大家全部都去睡覺 然後我因為想要看電影 所以我還 還守在那個電視前面 然後看已經 跨夜的那一種電影 然後看一看看一看 電視就自己突然 關起來了 然後關起來我就想說 欸奇怪是那個 電源沒插好嗎 還是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跑去檢查那個 擦電 擦住我的那個地方 結果他又自己打開 而且是那種 打開不是撥原本的那個台 是 轉台喔 對 他是在轉台 然後但是 當下遙控器沒有人 在撥 就他在轉台 然後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那種 很像雜訊的那種灰色畫面 然後又關起來 當下就只有 我在看電視 然後其他人都在選擇 那什麼就是 雞皮疙瘩起來 而且 我阿嬤家做的那種是 比較老的那種 他比較素香下 所以 他 那個什麼 二樓那個長廊啊 的鏡頭有一面鏡 所以我走上去的時候很害怕 我都 眼睛都不敢張開 我就這樣摸摸摸摸 摸著進去放 是喔 你剛剛一說 我想起來我有一次 也是 也是在大概夏天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工作 所以去出差 住在外面 一個深山裡面 然後他們的電視 也是會 我們關掉它會自己打開 我們關掉它會自己打開 然後 會轉台那一種 欸 欸 你拿空跑那麼遠嗎 那我後來把插頭拔掉了 就沒事了 好 很可怕的是插頭拔掉之後 還在散 你就很難 那就很省電 哇 省電達人 省電 夏天記得要省電喔 省電的話 電費可以再減 對 因為夏天的電費比較貴 夏天用電的電費比較貴 可是你剛剛講那個我想到 就是有沒有那種 房間裡面或什麼地方 可能放一些讓你覺得很不好的東西 鏡子 像那種重度近視的人 比如說你 不管是在浴室或在房間 你一直 可能你在洗臉洗一洗 抬起頭來的時候 就很害怕 就是如果後面突然有東西在晃 還是會覺得很驚慌 很怕啊 因為我也是深度近視 然後 有時候 就眼角會看到有東西在飄 就飛文證啦好不好 就飛文證而已 都是你自己的問題耶 就飛文證 夏天的蟑螂在飛啦 我想講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我跟你們講過 我跟你們講過 我媽媽撿了一個東西 什麼啊 沒有 媽媽 之前在一個很破舊的房子裡面 撿回來一顆人頭 一顆那種 就是理髮院裡面那種假的人頭 但是那顆人頭 就是我那時候跟我媽一起在那個地方 我看到他的時候是那個門一打開啊 他就這樣子倒著 然後放在一堆垃圾裡面 然後頭髮超亂的 然後我媽就把他撿回家 你媽媽為什麼要撿他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啊 他還在家裡嗎 還在 然後他撿回去之後 他就放在那個 因為我們家透天醋 他放在那個 我要轉上去 我房間的那個樓梯口 的書櫃的上面 所以我只要一轉過去 那個人頭就會一直看著 雖然它是假的 可是 我還是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很可怕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突然轉頭嗎 怎樣 剛剛我就覺得眼角都一直在飄 你是單笑的人嗎 誰 你啊 我不看鬼片啊 應該 應該就知道了吧 好啦 最後再講一個 我覺得 所有人應該都會害怕的故事 今天早上起來 然後你要出門 你就急急忙忙的 抓了你的手機 然後趕快出門了 走到外面 一打開 發現 手機的電池是10% 然後你沒有帶充電線 跟行動電源 我跟你講 你昨天沒有充電 為什麼不充電 為什麼不充電 而且你沒有帶鑰匙 可是我今天聽過最可怕的故事 好那以上 我們今天的故事都分享完了 嗯 大家覺得哪個故事最可怕呢 我覺得我現在聲音蠻可怕的 好 那大家今天呢 在我們頻道聽完了 我們分享的鬼故事 跟一些恐怖的故事 跟一些親身經驗 還有一些情境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企劃蠻有趣的話 明天可以到小六的頻道 看他去說鬼故事 好那最後呢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抽獎活動 你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說 我要看黑暗衝說的鬼故事 在留言留下這一句話 我們就會抽出三位幸運的觀眾 能夠有機會參加 8月6號的電影特音會 那詳細辦法我們寫在說明欄 大家記得要去看 記得要去看 好 那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跟開啟小鈴鐺喔 臉超可怕 那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會比下一個人來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來 黑 黑 黑頂黑喔 我們攝影棚 裡面有一扇 會自己開關的門 你可以開大力一點嗎 玩過了唄 玩過了唄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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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然後 跟我一個 我覺得我要喝得開 哈哈哈哈 我怕我會害得笑 我繼續要從你來 你不用卡 我們等一下就停了之後 我們就自己喊一二三 好 好 我不卡 你自己家 有些人相信 故事一直流傳下去 就會成為 自己的 對不起 對不起 那一次